Hello 各位晚安 今天星期二晚上八點半 這次很驚訝 這次很短的時間之內 下午出了一個開直播的預告之後 很快就有50個讚 居然在Facebook的網站做得到這個成績 算是這樣 因為最近正如大家所知道 Facebook就限制了平行時空的流量 不太多人看到的 其實好像現在的帖文的願望 在家的開直播預告的帖文 好像在說只有四五百個願望 所以有十分一人讚好之後 可能都進來聽也算是這樣 有一樣 如果進來的朋友 希望大家先說聲嗨 像Martin那樣 說聲嗨 多謝大家今晚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吃完飯了沒有 還是可能臨急臨忙 下班吃完飯 都進來平行時空 讓大家做些分享 和分享聊聊聊天 Ivan 你好 如果有五位朋友已經進來了 進來了就說聲哈囉 今天講的題目 就是世譚全球通貨 我自己給它的名字 Global currency 叫做特性和地位 究竟是怎樣的 我想了解這件事的話 大家就可以解答到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因為今天在WhatsApp Group 裡面有一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的背景也很厲害 在中大讀這個Quantitative Finance上 真的都很好成績 然後就做了超過十年的iBank 今天提出了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很奇怪 美國加息 死的不是美國的企業 而是新興市場的企業 當然我相信 如果連他都有這麼大的問號的話 我想對於 普羅大眾 或者平行時空的讀者 聽眾等等都好 我想大家可能都 有同樣的疑問 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Mandy 你好 Natty 你好 在這裏我也要做一點點的宣傳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Facebook Group 現在有四百多個 free member 當中有一部份 已經訂閱了 未來下一年的 我們的Video Class和Live Sharing 主要的Live 我們會在Facebook Group裡面去做 Page這裡 會維持有限度的free sharing 可能一個月一次 我們可能會有四至六次 亦都會做一些Video Class 所以如果大家是捧場的 覺得聽完之後有用的 學到東西的話 隨時歡迎大家 現在是WhatsApp我們65100844去查詢和報名 同時再次WhatsApp我們65100844去查詢和報名 因為那個free member 會在2018年12月31日就會解悶 有意訂閱的朋友請放鬆時間 因為現在還會有一點優惠提供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Kio 你好 好 大家都進來了 開場白講完 開場白講完之後 就講一講 今天的正題 講這個Global currency 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在10月25日 在Facebook Group裡面 我開過一個Live 講這個美元的過去 現在 以及一些未來 在說它作為全球通貨的發展模式 以及預計它將來會是怎樣 如果有聽到這一部分的朋友 相信都會知道 那個背景究竟是怎樣 如果你知道的話 我今天就 如果不知道的話可以進去聽 因為現在做個Membership Request 你進去申請 我是free approve of 一定去到12月底 你一定可以聽得到 還未是裡面的Membership Request 可以自己考慮進去聽 如果你要了解有一點背景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今天美元的情況 為什麼那麼屈肌 我們說的是屈肌 大家可以將地球想像成兩部分 兩部分的意思就是 其中一部分就是美國 美國就是自己用美元 世界其他70億人 美國有3億多人 全球有70億人 地球上面其他70億人 究竟他們的生活 他們用什麼貨幣呢 為什麼美元會是叫做Global currency 叫做全球的一個通貨呢 其他人當然 譬如你說 我在歐元區裡面 我的消費經濟當然就用歐元 譬如你說 我是 挪威、丹麥、瑞典、芬蘭 芬蘭除了一粒 芬蘭也要用歐元 索威、瑞典、丹麥 要用自己的黑狼 你去到南韓用自己的南韓環 日本用自己的 贏澳洲用澳元 這些大家很清晰的概念 但是 美國的70億人 我剛才提到那些人 無論你是發達國家 又或者是不發達國家 大家可能看過其中一篇門徒的投稿 不要說柬埔寨的貨幣等等 除了這個美元之外 其實世界所有的 不要說所有 其他主要的國家 主要的貿易的往來 又或者 Tersuary Services 可能是說 Business 或者Banking System的一些往來 這些其實那個主要的計價 結算的貨幣 其實都是用美元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說 換言之就是說 這個世界的其他地方要運作的話 是需要有一定數量的美元在這裡 而換句話說 就是說當世界其他地方要有一個經濟的增長 和發展的時候 也同一時間必須要有什麼 相應數量的美元的增長 這個很重要 大家要記住的概念就是 美國自己經濟有增長 當然他的美元會越來越多 OK 那個金融供應會越來越多 但是其他國家 如果你要有一個經濟的發展的話 在其他二百多個國家 七十多億人裡頭 其實如果這班人的經濟是要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其實他們的美元的使用 和存款都必須要同一時間有一個 可能是比較按比例的增長 例如我形象化一點點說 以現鈔為例 現鈔呢 今天美元的現鈔 聯儲局是有 print out currency 有16000多億的美元 但是實際上在美國自己境內 在運行經濟的 其實只有8000億 其實其他都是在美國的境外 去使用這些美元 所以大家可能都很容易發覺 就是之前亦有些帖文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一定都是看 例如你在機場 那個差額兌換的最低的 必然就是美元 無論你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國落 國落都好 又或者是最容易兌換得到的 都是美元 所以 而他的匯格都是最穩定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其他國家的經濟的存活 是很依賴這個 在這個世界上 究竟美國是流出多少美元 這個時候可能大家會 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就是說 我用我自己國家的貨幣 去換美元就行了 但是大家必須要知道的東西就是說 美元對外流出多少呢 其實最主要控制的權在哪裡呢 其實本身是美國政府 或者叫美國人 或者叫美國的貨幣系統裡頭 因為譬如你說 美國要有一個貨幣 或者我要有一個現代貨幣 等等 這些情況之下 或者甚至乎美國人自己 將美元帶到其他國家 去外流去使用 而譬如好像當我們是中國人那樣 為甚麼中國會有1萬億的美債在那裡 或者會有3萬億的外匯儲備在那裡呢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因為過去美國 就是中國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貨幣 在那裡 所以它可以賺到很多外匯 而這個外匯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 主要都是用美元來做一個結算 譬如說中國過去可能是 將他的貨幣 假設賣去南韓 賣去日本 其實日本仔和南韓仔 所以交數給中國的會不會用韓環 會不會用人民幣 會不會用日圓呢 其實是不會的 就是他們都是用自己有的美元來做個支付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就可以想像得到 只要美國在關掉水喉 關掉水喉的意思不是說 我要將美元帶回去我自己美國的國境裡頭 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譬如假設我每年向外流出 假設是100元美金的 我現在在關掉水喉 可能是80元90元 我仍然是對外流出的 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 就是我原本預期我的經濟增長 是要用100元美金來維持 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元在其他國家就會出現一個短缺的情況 當出現這個短缺的情況 大家就可以想像得到一件事 就是說 那就搶吧 中國又想搶 日本又想搶 南韓又想搶 澳洲加拿大 或者你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很想搶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 無論你買金銀銅鐵石 石油 天然氣 所有東西的訂單都是用美元來計價 這個時候說到這裡 大家會有一個疑問 那我不用美元就行了 是不是呢 正如大家這幾年都聽很多不同的新聞就說些什麼呢 阿Sam 你好 阿Sam 你好 正如大家這幾年都聽很多不同的新聞 我們俄羅斯賣油給中國就用人民幣結算 或者中國有人民幣的石油期貨市場 過去可能大家聽過卡特菲 非洲等等 或者中東的國家 用歐元或者一南市的貨幣來做一個結算的方式 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在歷史的紅樓裡頭 這些事情不斷會是 出現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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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每一個時候都會有一些國家是被美國去打壓的 或者制裁 大家會看到俄羅斯在最近來說 把他自己的美債就差不多完全出清了 早幾個月是有九百億美元的美債 俄羅斯賣油 現在只剩下幾十億 你會看到最近一些地緣政治也會 是標準俄羅斯去做 美國 例如你看到最近烏克蘭東部的一些軍事衝突 今天剛剛有一段新聞 剛剛才也挺有趣的 就是普京又還拖 就派了一些戰機 去到委內瑞拉 旅頭 飛了過去 一些姿勢就出來了 正如很久之前也寫過一篇帖文 大國崛起的一個忽發奇想 如果中國要去 跟美國有一個勢力的抗衡 可以去到平衡 我想大家去到那個位置 可能會看到 中國的貿易 一定可能去到對墨西哥或加拿大 或者去到 都是跟美國可能有一個比較 差不多的份額 另外的情況大家可能會看到 中國可以在美洲 你不要管北美或南美或中美 就像今天俄羅斯一樣 可以派一些戰機去到 委內瑞拉 旅頭 如果中國可以做得到 這方面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那個綜合的國力 真的可以跟美國去做一些 抗衡 今天其實 中國可能在經濟上崛起 而俄羅斯既有一個軍事強國 所以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由古巴的導彈危機 大家如果比較深水清的話 都知道當年 也是蘇聯可以在古巴 古巴最近是佛羅里達州 即是美國的 佛羅里達州 佈置了一個 導彈的 覆蓋的範圍 最後當然 這個導彈危機就結束了 當年其實有一個暗淺 當然蘇聯就把導彈的遮蓋 就由古巴去除掉了 但其實同一時間 美國在中東 在土耳其的部署 都是相應一定程度的 一些軍事的網絡的覆蓋 其實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打開地圖看看 就是土耳其跟莫斯科的距離 大家就會知道 那個軍等的東西 測開了遠一點 說回就是 就是作為一個 大家會見到 中間會有 有些人會說 我不想用美元 然後又有人說 不如大家又用美元等等 其實一直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今天大家可以見到 自從中國進入了SDR 往後其實 都有好幾年的時間 大家會見到 其實無論由 全球的貿易 又或者是 外匯儲備等等 其實人民幣的 營銷性 今天還是很低 遠較歐元 都還要再低 而大家會看到 過去幾十年的歷史 直至到今天這一刻 其實美元的營銷性 其實沒有低 一直都是維持在六十幾個百分比 你說將來會不會這個趨勢 可能有機會改變 會有 但是如果大家說 在這個時刻 人民幣的挑戰已經成功 的話 暫時看不到這個趨勢 而那條道路還很遠 但是你說 大家想不想用人民幣來結選 如果以我自己有限的知識來說 我就會覺得 其實 其實我寫過一篇文 就是說 大家說 特朗普為什麼與世界為敵 其實 真心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但是如果 中國或者 人民幣成功取代了 美國在美元的地位 其實對於全球的人來講 其他人比中國人 我相信都是一件悲劇 這些從不同的帖文 大家可以看回資料 這個不要查太遠 但是 那個結論 意思就是說 大家看到這些事件 就是 我們經常說去美元化 是很正常的 看到這些事情 但結論就是 首先其實有兩個步驟 今天在討論上 都跟大家分享過 第一個步驟就是 首先就是 你是不是可以減少使用它 當這個世界分開了兩群人 一個就是美國 另一個就是藝術 藝術之間的信任 如何建立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在今天這個時刻 我想除了大家 都是 即是受到在美國的打壓之下 是 即是 認為自己有個 缺乏的國家 是會聯合起來之外 我想 其他 基本上 所有的發達國家 都是會 傾向 相信 會 支持在美國那邊 那有些什麼為之 被受美國打壓呢 例如 假設就是 類似今天的中國 俄羅斯 伊朗 委內瑞拉 等等這些國家 當然 你說他們聯合起來 會有什麼勢力呢 會是 也要看後續 他們究竟 同氣連絲的發展 究竟有多大 正如之前 很多不同的報告 中俄之間 都有很多不同的矛盾 今天你說 那個結盟 是否可以很公平地 繼續走下去呢 我自己都抱持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 講到這裡 我想 大家可能會 回到 原本今天 群組的問題 很好奇 為什麼美國 加息 死的不是美國企業 而是新興市場 我想鋪陳到這裡 大家會有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你看不到一個大規模 大家可以全世界都不用 或者不要不用 其實減少用這個美元 OK 的情況之下 如果美國加息 就是說 其實對於其他的國家 橫本負息的壓力 是會大增了很多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上去搶美元 但是 同一時間 美國自己刪了水喉 刪了水喉 刪了水喉的意思 不是說 要將美元 由其他地方 由artus 抽到美國 而是就是說 我過去一年 我留100元美金出來 我現在 水喉 我給90元 80元 其實你們這些人 就要去搶美元 搶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美元的匯價 是會有一個上升的壓力 在那裡 記住它上升的一個壓力 而不是說 必然等於美元 一直會一條直線的上升 大家記住留意這件事情 就是說 美元有上升的壓力 在那裡 當美元有上升的壓力 在那裡 大家會有想像的就是 喂 利息又同時貴 美元又升值 大家想一想 就說 如果我是泰國人 我用泰銖 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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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的是賺泰銖 同一時間可能 如果我借貸 企業的借貸 有部份是美元的貸款 那這個時候 就出現一個困難了 譬如我泰銖的營業 一年是一億的 以前對美元是 第一次當 不是失禮的家 當是一千萬 但今天原來我一億泰銖 只能換到八千萬的美元 那問題就來了 怎麼辦 我還不到這條數 我填不到這條數 還息可能都慢慢緊張 如果要還本 不知道怎麼辦 下次再融資的時候 利息又再增加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遇到一個這樣的問題 而今天 新興市場裏面 大部份的企業 遇到的 就是這個問題了 所以 在Whatsapp Group裏面 這位 在投行裏面的朋友 我想 他要搞清楚一個問題 美國加息 對於美國的企業有影響 但對於一些外國的企業 如果他本身 賺取美元的能力 不能夠相應地提高 的話 其實他的困難 會比美國企業更高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呢 剛才說了 其他國家這一部分 在美國 大家會想 美國企業自己的融資 也很容易 很容易 這個 是 他們融資會難了 或者叫做成本會高了 但是大家想到的就是 比如假設我 我學Apple的 我AAA的 那個融資 當然一些垃圾債 那個公司也是一樣的 相應會提高 比如假設之前 US Treasury 10年 是說2.5的 我可能現在是2.9 相應可能是AAA的 Apple的融資 也會由2.6 去到3 類似什麼樣的 他那個融資的成本是上升了 但是 他們賺取美元的能力 是會比外國高的 因為 因為美國的經濟 仍然在延伸 就是 人們仍然是繼續 從事不同的經濟活動 大家有一些 個人消費的增長 大家會看到 他有2.1%的資金 2.1%的GDP 所以 在美國的企業來說 相對地 是容易 不要說很容易 是相對地 其他新興市場的國家 是容易去處理 或者叫做 適應這個加息週期 所帶來的成本上升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融資是難了 但是先出事 很多時候都是新興市場 Hello John 你好 也說了一大半 進來的朋友也有十幾個 希望大家 喜歡今晚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就 讚好和分享一下 讓更多人知道 這個訊息 讓大家對於 Global currency的概念 有些了解 之前都說過 如果大家要去美元化的話 或者大家要覺得 可能真的有些朋友會覺得 我今天人民幣的石油期貨 已經佔 交易已經佔 期貨市場很高的百分比了 再加上俄羅斯的支持 伊朗的支持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你過去 可能一些中東的國家 或者非洲國家 要推翻美元的體系 當然 或者叫做 不要說推翻 要調整 令到全球的分額 要有一些遷移 以前好像很困難 現在好像那個可能性會高一點 沒錯 今天那個可能性是高了 因為隨著中國一個十四億人這麼龐大的市場 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系 再加上可能一些產油國家 例如俄羅斯和伊朗的支持 再加上一些軍事的能力 控制一些地緣上面的優勢等等 今天那個 那個 巴根的力量 的確比從前 是 譬如 你說加達菲的年代 是會大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都必須去看這個趨勢 今天就是美國 站出來去趨勢 趨勢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聯合西方的國家 或者一些發達的國家 去圍堵中國的時候 雖然大家會見到 在這個過程之中 會有一些磨擦和紛爭 因為你始終要改變 美國要帶頭去調整遊戲規則的時候 或者帶頭要去對付中國的時候 其實其他國家的配合 是要付出代價的 美國今天就要跟你去談這個代價的問題 往後你已經付出多少 和分贓多少的問題 所以你會見到加拿大也好 墨西哥也好 澳洲也好 歐盟也好 其實和美國之間當然也會有一些矛盾的衝突 但是整體來說 大家會見到這些國家 是傾向去配合美國那個 你說帶牽頭也好 號召也好 你說對付中國也好 制衡中國的發展也好 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的文章 可能都講過 大家深水星都知道 一個概念就叫做 牛頓教的 當全球的體系 都是有一個慣性 去用美元做一個定價 交易 以及結算和儲備的貨幣 大家記住儲備的貨幣 這個概念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要主要的發達國家去換一個系統的話 那個風險 除了成本之外 那個風險是非常之高 你說有哪個國家會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呢 我相信今天起碼就是 我看不到任何一個發達的國家會願意這樣去做 包括可能歐元區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韓國 等等這些 這些在世界裡頭 那個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國家 他們不會願意去這樣做 因為你很簡單想像一下 你那個央行存在銀行戶口裡面的紅寶仔 究竟那些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大家想一下就會知道 那個是什麼 是美元來的 大家所有的外匯儲備 有65%左右 都是說的是美元的時候 全球外匯儲備大概有多少 如果沒有記載大概是 10萬億至11萬億美元 以美元計價的話 有10萬至11萬億美元 而大家持有以美債為單位的外匯儲備 是超過6萬億 即是60幾% 是以美元來計價 如果今天 持有這些美債的國家 去協助中國 不要說它推導 叫做 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影響美元的價值的話 我看不到 在美國自身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之前 其他國家要選邊站的時候 會選擇站在中國那一邊 這是一個我想大家必須要了解和留意的東西 那 記住在美國自身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之前 我們應該看不到 它們會放棄繼續使用美元的可能性 這就是 所謂全球通貨力的 全球的特性和地位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軌跡或者事件裡頭 可不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就是往後美元會怎樣繼續發展等等 我想 是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過去 在工業革命以前 或者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制度的建立 這百多二百年裡頭 之前 其實大家是見不到一個 global currency 可以滲透到全球每一個角落 去到這麼深入的地步 OK 可能大家會知道 以前西班牙 葡萄牙 英國等等 都做過一些叫做全球貨幣 叫做儲備也好 結算也好 交易也好 但是 如果要像今天 美元這樣滲透到全球每一個角落的話 我想是一個很全新的一個狀況 但是 你說是不是這次就不一樣呢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總會 大家知道 這個 global currency 總會有一個退場的時候 我想就是要有一個 士氣彼落的狀況 是比較明顯的時候 大家才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回到今天引起這個問題 就是 很奇怪 美國加息 死的不是美國企業 而是新興市場的企業 我想大家來到這個時刻 會更加了解那個狀況 總結一下 就是分了兩部分 一派美國 一派藝術 當美國是可以控制 其他人 究竟擁有多少美元的增長速度 或者流去哪一個地方的時候 而其他的其他人 他們對於美元的需求 是大於美國願意放出來的美元的話 那 他們就需要 美元就會出現一個短缺的狀況 他們就需要去搶 不是大家在坊間聽到的概念就是 美元回流美國 其實不是 沒有什麼人把那些美元 帶回去美國的 就是在其他人 沒有什麼人這樣做 但是 譬如你全球 假設就是用 3-4%的經濟增長 當這70億人 除了美國人之外 運行 3-4%的經濟增長 可能1-2%的經濟增長運行的時候 你跟我說 我不給你那麼多美元 做不到那麼多融資 做不到那麼多融資的時候 或者融資的成本 突然之間上升 美元的匯價又上升的話 對於新興市場的國家 他們企業的融資 那個問題就是一種雙重的打擊 所以 大家要理解這個實際的運作是怎樣 不要經常說 美元回流美國 美元回流美國 實際上是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可能個別的企業 是會這樣做的 但是整體來說 就是說 美元其實還是不斷流出的 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 在 除了美國境內之外 在其他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裡頭 美元還是不斷增加 但是增加的數目 不足以應付它的需求 OK 那這方面我想大家要 要清晰一下概念 我想來到這裡 都差不多半小時了 我想看一下 等一會的時間 大家有沒有一些 討論或者問題 想問一問 OK 沒有問題 有沒有一些想討論 或者有不同的意見 想 我想分享一下 留在這十幾位朋友 做一點呼籲 如果大家喜歡的內容 的話 記得給個讚 和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平衡時空的概念 了解多一點環球的政治 和經濟的發展 希望大家可以更多 這方面的興趣 這樣 這樣 也有一點點的 訴求 OK 今天我看到 阿倫 阿John 阿建倫 阿爾伯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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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大家討論 美國應該不怕加息 因為最後 是由 別人去承擔 不是這樣的意思 美國不是不怕加息 而是 今天 我想他還是不怕加息 因為經濟增長仍然能夠接受加息的進程和部分 其實你簡單的想法就是美國有2.5%投資、2.5% GDP 但現在我的短期利率是2.25% 長期利率是2.9% 這個狀況之下利率還是很便宜 遠遠比中性利率更低 當然中性利率每個人的看法也不一樣 聯儲局官員每次的說法也不一樣 有時說很遠,有時說很接近 但我個人來說起碼今天是未到的中性利率 我想大家可能會很清楚 所以說美國再加息下去 終於會面對經濟衰退的情況 每一次加息週期都會引發大大小小不同的經濟衰退 或者是資產價格的調整 但是在這個時刻 2018年12月11日的今天 我認為美國加息週期的進程 仍然會繼續 還會有一段路走下去 減稅不是要引導外美元 減稅是不是要引導外美元 其實是幾件事 如果你知道美國的稅制的話 其實減稅不是很刺激到大家 省到很多錢 我以一些大的數字去說 減稅 一年美國的稅收 來自新鳳稅和利得稅的稅收 其實很多大程度上是減企業的利得稅 其實美國政府一年的預算是四萬多億美元 而企業的利得稅 美國每年只收3200億 其實主要是來自打工仔的新鳳稅等等 如果3200億 其實你可能甚至乎 首先你要知道稅基和稅率的分別 稅率減完之後 還要考慮稅基 當大大小小這些稅 計算完之後 其實每年美國政府有理由相信 可能會收少千多億稅 那千多億 對於一個四萬多億的預算 究竟是有多麼明顯呢 我想留待大家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但是我自己個人看 不是特別明顯 但是它對於美國國內的經濟 是會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但是不是說引導大家去愛美元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可以發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建倫你 當美國減這個美元 美國企業回流 即將美元的資產搬回到美國的時候 那個稅務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美元的貨幣供應 是一個異常的增長在那裡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要讓一些傳統的媒體報道 或者經濟上的概念 影響到大家去分析事實 事實就是不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 可能如果你不是從 全球通貨的角度去看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它們的分析是很合理 而事實上的確是很合理 但實際上 對於美元的運作來說 其實結果就不是這樣 OK 縮表可以引發很大件事 縮表就是推升長期利率 OK 你說會不會引發很大件事 是引發其他國家的一些問題 多於美國的問題 我覺得在今天來說 美國恨不得長期利率上升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不是突然之間一下子爆上去 而是說是緩緩的上升速度 可能譬如說今天2.9 希望可能下年後年 可能去到3.5 3.8 3.7 3.84 不是說突然之間下個月就變3.5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縮表是希望 將長期利率有一個上升的 給一個 upward pressure 未債的債息 那國債知識曲線倒掛 是否更容易影響經濟呢 那加息是否應該 國債知識曲線倒掛 是 不要說知識曲線倒掛影響經濟 而是 那個知識曲線倒掛 是一個indicator 告訴你市場的人 究竟是怎樣想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indicator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那個知識曲線真是倒掛的話 真是倒掛的意思是 我講的是 Fat Fund Rate 即隔夜的拆息 即聯邦基金利率比美國十年期的債息還要高的時候 大家的而此外 真的要非常非常 alert 但今天我們距離這個租還有一段距離 Fat Fund Rate是2至2.25 但即是長息是2.9 那還有三次 即使長息不動 也還有三次加息 我自己個人預期的長息是會 繼續緩緩的上升 但那個幅度是會比短食上升的速度為慢 OK 看看 看看 境外美元回流美國會購自身股票 這個沒有詳細的深究答不到你 建倫 不好意思 你意思是境外的美元 這樣減稅是否要引導 減稅要引導大家去外美元 但有意思是境外美元 我不是理解你的問題 不好意思 在這方面 或者如果你想我再進一步討論一下 希望你可不可以多幾個字 去解釋一下 OK 那就是 再等等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 更多的討論 那就是 在這裏也是 做少少的討論 OK 那我們 Facebook Group的 Free Membership 就會在12月31日到期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正如今天的帖文 即是其他帖文 寫 Whatsapp 6510-0844 去查詢和報名 因為 到了12月31日 就會自動把你的 Membership 剔除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詢相關優惠等等 OK 另外我們 Whatsapp Group 繼續運作 如果一併報名的話 年費 兩邊都會有九折 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Whatsapp過來查詢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都很熱鬧 大家每天都有些討論 都做得不錯 那 Martin 認得 繼續有一個問題 既然Goball currency 行QT 那麼全球的 Money Supply 應該會減少 錯了 不是這樣 QT 首先你要知道 什麼叫QE QE的時候 你覺得 你的 Money Supply 我重複一下 QE的時候 你的 Money Supply 有上升 但你有沒有看到 QE的時候 你的 Money Supply 是不正常地上升 其實是沒有的 什麼為之不正常地上升 譬如假設 過往以美國為例 QE之前 那個 Money Supply 可能每年就增長 是6%左右 大概是這樣 你在說 在08年之前 無論是90年代 2000年 還是80年代 70年代 也好 大概都是這個數字 幾個巴仙 六七個巴仙 但是 在QE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美國的 Money Supply 因為QE而不一樣 其實是沒有的 如果你在實際上 QE怎麼運作 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我建議你在平衡時空的頁面上 搜尋 平衡時空 美國經濟 Stroke 不是Stroke 不是Stroke 是橫線 Hyvern 就是OK 然後打貨幣政策 你就會找到很多 有關 量化寬鬆 究竟是什麼 的文章 你就會 推翻你過去 一切 譬如QE是增加貨幣供應 或者QE是印銀子的 一些錯誤的概念 當然百分之九十九的媒體 都會這樣教你 QE是印銀子 QE是增加這個優惠性等等 但實際上 就絕對不是這個 當年QE 除了降低這個失業率 和達到穩定地低的通脹之外 只有一個目標 目標就是 為長期利率 帶來一個下行的壓力 而今天的QT 即quantitative tightening 縮表 是為長期利率 帶來一個上行的壓力 如果你理解這方面 你就會知道 全球的貨幣供應 仍然會繼續上升 無論是美國也好 其他國家也好 我簡單舉個例子 甚至衰到連日本 其實過去三十年 日本的貨幣供應 都是每年緩緩上升 不過速度就非常慢 我再舉個例子 衰到好像香港1997年到03年 貨幣供應 都是上升的 哪怕你當時 資產價格暴跌6-70% 失業率是說 由3%以下 升到達8% 但是當年 香港的貨幣供應 是由27,000億 1997年27,000億 升到2003年的 35,000多 36,000億 港元 OK 所以 我只是說 在坊間學的東西 是錯的 如果你不放下它 或者你不願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那你會認為QT是會令到全球的貨幣供應變縮小 但是實際上 不會 我只可以這樣說 那 那 我一直以為減稅是引導 境外企業美元回落 美國回購自身股票 很多人會這樣教你 但實際上 就不是 OK 那我給你幾條數 就是多一句 你有沒有看到 美國 銀行體系 美國自家銀行體系裡頭的 金融供應 有一個 不正常 突然的增長呢 沒有 OK 但是 美國的企業回購自己的股票 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 因為賺完這些錢 它沒有再去 特別去投資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 就可以有錢去回購自己的股票 回購自己的股票 如果它認為對於自己的企業 是 部署是有利 它就自然會做這件事 那這些個別公司的規模 就在這裡不會評論 因為 一來比較複雜 二來就要增長很多的細節 也都 看得太micro 也都不是我自己本身的一個強患 但是在micro來說 人家教你的 我只要告訴你 現實裡頭 看不到 OK Sam說 QE和中國的回購 是否同道理 你在說 QE和中國的回購 是否同道理 你在說中國的隔夜夜回購 人民銀行的隔夜夜回購 我想問一問清楚你 我想我多說幾分鐘 看看Sam在這裡有沒有 Kenneth進來了 Hello 你好 今天我們說 Global currency 即是說美元的地位 有興趣你遲了進來的話 稍後可以聽回重溫 我相信對於你做生意會有少少幫助 因為你在國內有這麼多不同的商業 可能有一些理論上 我想對於你的資產配置 或者你公司的運作 可能可以幫到你少少 你說是QE和中國的隔夜夜回購 這就牽涉到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 我自己的理解 OK 因為中國人民銀行的隔夜夜回購 對於公開給大家的資訊 其實不是太多 但是這個我也要首先 就是什麼是回購 什麼是回購亦回購的操作 如果這樣說 我在這裡其實很難去說 我鼓勵你 OK 我不是叫你去相信宋鴻冰說話 但是我鼓勵你去找回 宋鴻冰在很早一兩年的一個節目 叫做熊觀 熊觀 即是他自己叫熊 熊觀 你搜尋一下有關於 在Youtube裡找的 就講人行的隔夜夜回購 或者是說美國縮表一些相關的影片 他會有一個蠻詳細的解釋 而就我自己理解 美國的QE 以及中國的隔夜夜回購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想你先去看 看了先我們會比較容易去討論 因為真的比較難去沒有圖沒有性地去表達 希望你不要介意這件事 如果他日你看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增加這個題目 好嗎 不好意思 好 今天到最後 都講了大半個小時 做一點點的總結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講 Global currency OK 講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引發就是 在WhatsApp群裡面有個朋友 他也是一個叫做iBanker 做了十幾年 這個朋友 他說很奇怪 美國加息死的 為什麼不是美國企業的新英市場 我記住 再重溫一次總結一下 就是 因為 其他的國家 今天你可以把全球斬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美國 另一部分就是其他國家 美國是用美元 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 和往來 以及他們的儲蓄 都是用美元 而控制美元 由美國流出去其他國家 那個權 是在美國裡頭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的歷史裡頭 無論是美國境內的美元 又或者是其他國家 運作著他們擁有交易也好 儲蓄的美元 都是同一時間去上升的 但是在經濟運行的過程裡頭 大家需要 有一個經濟發展的同時 就需要美元的儲備也好 運行也好 是一個的增長 現在一個情況就是 好像就是說 美國 譬如其他的國家 每年需要一百元 新增的美元 由美國流出來 但是美國今天說 不好意思 我給九十元 這個情況之下就是 縱使你看到 其他全球其他國家的 美元的總量 是上升了 but 大家會見到 就是 仍然是一個 shortage 短缺裡面 當大家搶這個美元的時候 美元的匯價 會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就是 對於新興市場的企業 是有兩樣的打擊 而對於美國的企業 只有一樣的打擊 對於新興市場的企業 有打擊的就是 美元難去搶到美元 你賺到美元 你賺美元的能力 不如往昔 就是說 你剛才用泰國的例子來說 就是 我泰銖一年賺一萬億 兌換美元 我上年 兌換得比今年多 那麻煩了 今次PK 因為我還不到 我原本美元債的那條數 OK 所以對於新興市場的企業 是兩個方面的打擊 一個就是利率的打擊 另一個就是匯率上面的打擊 但對於美國企業裡頭 它的成本的上升 只是來自於利率上面的打擊 而沒有匯率上面的打擊 再加上 對於新興市場來說 它能夠有多少新增的美元供應 這個主要的決定權是來自於美國 所以大家就會想像得到 情況究竟是怎樣 這個就是 所以 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Global currency 擁有的特性 和地位 是引致於 今天 在Whatsapp group裡頭 朋友看到這個 很奇怪的現象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看看 John還有一個 discussion 近期有跡象顯示 大型基金 預計美國 經濟有可能在未來十二個月內 有下行壓力 部分 避險資金轉構入長債令 十年債息率有下降的壓力 如短息上升 長息向下 利率到掛就會實現 現在為什麼 你看到過去幾個月 那個長債的利率下降 正正就是因為 市場 看不透 來年或者下年 後年 美國經濟發展的狀況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中美之間的磨擦 令大家認為添了很多 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長債的利率下降 但是等不等於 有很多的基金 預計下 或者 不好意思 但是等不等於有很多避險資金去買入長債 令到十年期的債息下降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 債息的利率的利率 不是究竟 這些所謂的 我笑過有何寶說 他們做了銀行 看到債息下降 債息上升 沒有理由持有 所以他們要拋售 OK 你記住 某些人或者主要美債的買家 是什麼人 而他們的考慮是什麼 我想這個問題反而更加重要 主要美債買家有兩個 一就是美國人 二就是 全球的央行 全球的央行 剛才剛才說 你賺完這些所謂其他國家 你賺完這些美元 你會不會就這樣放在那裡 不會 你賺少少利息 你買什麼就是買美債 所以當你有多少美元賺回來 你就買多少美債 其實跟你有多少利息是沒有關係 所以你會見到 在過去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你會見到 長債息在十幾里的時候 或者一六年在1.5里的時候 到現在三里的時候 其實他們買的 都是他們有能力買多少 他們就會買多少 這個概念明白嗎 第二就是美國人 他們才是真真正正的 把這個債息定價的人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作為一個美國人 你主要最大的買家 譬如說很多不同的退休基金等等 美國人自己買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衡量 究竟你願不願意持有這十年的債息 就是你對於經濟的預期 現在你怕有一個不明朗的因素的時候 那你接受的債息就會下降 所以每一次美國新拍的債券的債息 在你認為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時候 債息就會下降 其實不關說 那些人究竟會不會 拍些錢下去 因為那些需求永遠都在 其實永遠都是這麼多 其實你升高和升低 不會差很遠 這是事實來的 另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簡單的例子 不用太久之前 2016年 英國脫歐公投鬧得熱烘烘的時候 或者是說 川普和Hillary Clinton 做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2016年的時候 債券你息多少 1.4幾 是吧 US Treasury 十年的債券 1.4幾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不要把這個因果關係反過來 是大家憂慮 那個經濟前景不明朗 所以債息下降 而不是債息下降 令到大家憂慮前景不明朗 這個事情 我想大家很快會有一個結果 會知道 在下年的第一季第二季 大家當憂慮完之後 看到結果 跟你憂慮的 是否同一個現實 如果是的話 債息就會下降 便會合理 就會繼續下降 但如果大家憂慮完之後 結果不是這樣的 而是經濟正常平均發展 有通脹有經濟增長的時候 債息又會上升 另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QT 就是 Quantitative Tightening 那件事 就是將一個 給一個 Upward Pressure 就是有一個 帶來上升壓力 給長債的理率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 你擔心這件事 或者有人這樣說法 是否很適合的 我在WhatsApp Group裡 我發了 就是我師傅說 對 一個長跑的馬拉松選手 他跑到半馬的時候 他在破世界紀錄 快到世界紀錄的分段時間 還要一直保持這麼堅 可能大家都會憂慮他 捱不到尾 但是 你憂慮 當中有人憂慮是很正常 但這個憂慮代不代表會變成現實呢 我想我們首先就是要了解一下 跑馬拉松的馬拉松選手 究竟他的底支和訓練是怎樣 我想這件事 就要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OK 阿Sam還有少許說 他說 這樣算的話 港元不是很大打擊 有美元又人仔 港元有兩個匯率要對 好 留下一次說港元的聯繫匯率 如果有機會大家想知道 多一點聯繫匯率的話 今天來到這裡 大家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的話 希望大家喜歡 按讚和分享 另外也是那句 我們有兩個付費的群組 一個Whatsapp的群組 一個Facebook的群組 如果喜歡我們的Live sharing 以及我們在Facebook群組裡的Videoclass的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查詢可以 報名也可以 Whatsapp 6510 0844就可以找到我們了 謝謝你們 今天時間 我們看看下個月 可能下個月 在Facebook page 跟大家見面 可能是2019年的 OK 留待一點 confidential的東西 在Facebook群組裡 再用Live的情形分享 OK 下次 看看有沒有聖誕河外 如果不是 就下個月見 多謝大家時間 拜拜